第二章,分头行动,在座的宇宙之主们一个个脸色都极严峻,很明显,瞒是瞒不住了,若是巨斧创始者是困在昏暗之地就罢了,只要他们这些高层不外泄即可,可现在是巨斧的小型宇宙开始衰败崩溃,这是根本无法掩盖的事。 一个没有宇宙最强者的族群,却占领着整个原始宇宙堪称最好的疆域,也拥有着整个宇宙海都最珍贵的传承,谁不眼红?谁不心动?虫族、妖族、机械族、无尽岁月和人类的斗争就没停过。巨斧在时,如此,巨斧不在了,这三大巅峰族群岂会手软? 我们不再是过去的人类族群。混沌城主目光一扫,我们没了宇宙最强者的庇护。情况的严重性,大家也知道,大家都说说,我们现在该怎么办?战争,肯定会爆发。 过去一直笑眯眯的鹏宫之主,这时却没了一丝笑容,郑重道,这点是肯定的。 而这战争,可不是之前的小打小闹,而是真正的族群灭亡之战,所以不管怎样,我们得先保存好族群的种子,不管战争如何,先做好失败的准备。 嗯,对。 一个个进阶点头,牵扯到族群灭亡的战争,未战就得先考虑失败。我们必须看好下一代。 虚金之主直接道,特别是生活在疆域内极有潜力的下一代,将一千零八宇宙国中所有的宇宙籍、御主、戒主,进阶迅速汇集,然后带到初始宇宙去,更重要的是所有的不朽神灵,宇宙尊者都要带到初始宇宙。 这些不朽神灵,是我人类族群无尽岁月积累,靠银河灵主得到的远古文明的系统培养,我们人类族群的大量不朽神灵,完全能培养出一群宇宙尊者,乃至宇宙之主。 嗯,对。 无尽岁月积累的不朽神灵,必须全部带走。 一个个进阶点头,不朽神灵,在族群灭亡战争中根本没用, 可他们中将来却可以诞生宇宙尊者,乃至宇宙之主。 人类疆域广阔,普通子民不计其数。 虚金之主接着道,想要将所有人类都带走,也不现实。 而且,即使真正战争,所有的生命星球上都有人类,像虫族、机械族等也不会肆意地灭杀普通人类。 罗锋也点头,这是常理。 族群灭亡战争,超级存在们,厮杀格外惨烈,最多是控制不住波及到普通人类,却不会刻意大肆涂漏。 因为一方涂漏,那么对方也可以涂漏。 而且最普通的人类,妖族等,只要将很多不朽神灵神国之中的人类放出一大批来, 分散在所有生命星球上耗费百年、千年,即可迅速繁衍出来。 所以普通居民,只要有神国世界介质中生存的大量人类为种子,即可迅速繁衍,对族群而言影响不大。 真正影响大的是疆域,有疆域,才能孕育有潜力的人类。 现在最麻烦的是,我们实力太弱。 黑暗之主低沉道,我们族群中,我,混沌,彭宫,算是五阶顶级,可和宇宙最强者交手, 可我们也仅能做到保命,连牵制对方都做不到。 宇宙最强者想走,可以迅速离去,他们可以不受宇宙运转,法则限制,在整个战争中,我们将会很吃亏。 有件事我还没说,混沌成主开口,顿时个个看向混沌。 罗锋,你来说吧。 混沌成主看向罗锋,也令黑暗之主,须金之主,青冬之主,忧猴之主,龙行之主,等一群存在都看来。 我和冬帝圣帝马上要进行一交易。 罗锋开口,这是,是得公开。 而且现在正是关键时刻,正好提振时期。 交易,黑暗之主,彭宫之主,冰封之主等一个个疑惑。 嗯,这次交易,将会令我们人类族群得到两件至强至宝。 罗锋速农道,且其中有一件是宫殿类至强至宝。 两件至强至宝。 两件。 银和灵主,你没说错。 是至强至宝。 包括冷静的黑暗之主,冰封之主都震惊万分,其他宇宙之主也一个个露出喜色。 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啊。 他们之前感到前途渺茫,人类族群面临任何一个巅峰族群攻击都得吃亏,更别说遭到围攻了。 现在,听说有至强至宝,顿时心中疑定。 至强至宝,堪称镇族至宝,人类族群的情势将会好很多。 对,罗锋点头,这交易马上会进行。 传承。 黑暗之主忽然开口,一时间安静下来,其他宇宙之主也看来。 这远古文明是人类族群崛起的根基。 虽说现在面临困境,可要将这传承交易出去,他们也是很不甘心的。 罗锋摇头,放心,我自然不会动摇我人类根基,这交易是在巨斧出事前就谈定的,自然不会吃亏。 好了,混沌城主喝倒,别浪费时间了,现在所有的宇宙之主在宇宙海,在原始星的,一个个素素归来。 并且我人类族群,不管是斗舞场一脉,虚拟宇宙一脉等五脉划分,还是宇宙国划分,总之,只要是人类,所有的不朽神灵迅速弄到初始宇宙内。 最高层是仅仅拿定个方针。 至于办事,详细计划,自然是宇宙尊者乃至不朽神灵们去办。 会议很快结束,一个个宇宙之主都迅速离去,只剩下罗锋和混沌城主。 罗锋,混沌城主喊住罗锋。 老师,罗锋转头看来,务必小心。 混沌城主正重道,这两件至强至宝非常重要。 加上你从断东河一脉也得到至强至宝, 这样一来,我人类族群至少有抵抗能力了。 关于这次和东地圣地的交易,必须快。 防止巨斧创始者的陨落,令那东地圣地有什么其他打算。 嗯,罗锋若有所思点头。 人类示弱,似乎各族都能欺负时, 那东地圣地恐怕真会有别的心思想法。 放心老师,罗锋正重道, 我有木铃之舟,他们想要硬强等,根本是做梦, 这交易我必须强硬,不能丝毫退去。 嗯,速速交易,唯恐生变。 混沌嘱托。 是,我这就和北真星主联系。 罗锋也担心了,在这之前, 两件至强至宝对人类族群是锦上添花,令崛起。 计划更快一步而已。 可现在,两件至强至宝对人类族群可就太重要了。 地球,罗家祖宅,罗海罗平。 罗锋坐在主位上,直接喝倒, 你兄弟俩立即将我罗家核心成员进阶带走, 带在随身的一方世界中。 还有,我整个地球人一脉,你们也以平海公司等其他调动名义, 将地球人一脉弄出一万亿左右的人类也带上吧。 爸,爸,你这,罗海,罗平都疑惑。 人类族群即将面临一场浩劫。 罗锋直接道,其余别多问,先立即去行动。 是,罗平,罗海吓得一跳,随即不敢迟疑了。 浩劫,人类族群浩劫,他们父亲是何等身份, 那可是整个人类族群最高层的一员啊。 他既然开口说浩劫,那就绝对没有假。 罗家核心成员,地球人一脉,选万亿人类。 须知,经过漫长岁月的发展,罗家一脉人口是万万一计。 地球人一脉人口,比罗家人口还要夸张,还要多。 所以,选核心成员,地球一脉,仅选万亿人口,显然是流种子。 种子在,那么只要有上千年岁月,即可迅速繁衍到之前的繁荣程度。 罗平,罗海连冲出去,开始动用整个罗家的强大能量,开始行动了。 罗峰,徐欣看向丈夫,这才询问道,怎么了? 巨斧,陨落了。 罗峰低沉道,徐欣眼睛瞪得滚圆。 巨斧,她是罗峰妻子,自然知道整个人类族群最高层的架构, 也知道整个人类族群的宇宙最强者就一个巨斧创始者。 巨斧,陨落。 这的确是一场浩劫,甚至更加可怕。 我会一直在地球,而后带你们去出使宇宙。 罗峰道,自己是人类族群的支柱强者之一, 却也是地球人一脉的领袖。 以防万一,带走罗家的核心成员, 地球人一脉万亿人类置于留下的, 就算真正发生战争,应该对普通人类也不会太糟糕。 除非是最高层战斗中一败涂地, 完全输得退手出使宇宙, 那么整个人类疆域才会迎来一次真正的人类大灭绝。 一败涂地。 罗峰没把握说赢,可不至于输地退手出使宇宙。 茫茫宇宙海。 一艘舰船正在混沌气流中顺移前进, 忽然在它遥远处的前方出现了一残缺的仿佛少了一半的破败宇宙。 木陵之舟舰船内,罗峰正看着外界远处。 北真星主,我到了。 罗峰手持船讯令排道, 它是让幽海分身回地球安排一切, 至于地球人本尊自然是立即进入宇宙海, 来和东地圣地进行交易。 这交易,不容有失,越快越好。 银河灵主,我东地圣地一方可早就到了。 北真星主也回应道, 很好。 随即,木陵之舟浩浩荡荡直接杀向那破败的小型宇宙。 请不吝点赞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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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订阅,请不吝点赞, 订阅, 订阅、 订阅、关于右辺行动。 感谢观看